大家好,我是队长 可能是为了狙击鸡隔壁迪士尼的第二三 黄大终于也在今天 发布了DC新作 海王2失落王国的首支预告 的预告 而正式版预告也将在本周四发布 不过考虑到先导预告已经包含了不少的信息 因此我们这支视频就先来看看 这次的先导预告都展现了哪些内容吧 前作曾经许多人留下心里隐隐的海沟族出现 但需要注意的是 画面的右边有一面红色的冰墙 看起来和此前发布的概念图很像 而这母所对应的正式黑服风和沈博士 一同在南极找到了死亡三叉戟 画面一转 从周围的场景 我们能够看到亚特兰蒂斯的王座 因此这里是亚特兰蒂斯的王座大厅 这母里面 海王仰头看向上方 然后十分愤怒地冲了出去 但四肢的瓦片和碎屑 在结合预告后面所展现出来的画面 此时的剧情应该是黑服风的军队 撞破了王宫的天花板 直接冲入内部 而海王见状直接愤怒地迎敌 接着场景又来到了奥姆这边 在前座的结局里 奥姆在正罗王位的战斗中败给了海王 虽然没有被杀死 但却被囚禁在了监狱里 但画面这时 奥姆显然已经越狱 根据DC官方发布的《海王2仙导》漫画 倒在很久之前 奥姆就已经秘密筹划了越狱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 奥姆会出现在监狱外面 但在这幕中 还有一个仗域外形的潜艇从地面出现 看奥姆的表情 明显有震惊和诧异 亚特兰蒂斯被攻击的时候进行了越狱 但在和赶来的某人进行对峙时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入侵者的潜艇 奥姆被迫和亚特兰蒂斯暂时结盟 一同对抗入侵者 至于和奥姆进行对峙人的身份 应该并不是海王 因为此时的海王正位于对抗入侵者的正面战场 不可能有时间跑来监狱 考虑到海王电影的角色关系 此时兰在奥姆面前的 大概率是曾和她有过婚约的梅拉 又或者是亲生母亲亚特兰娜 然后前作的反派黑服分回归 在本作中 她依旧是电影的主要敌人 而这些入侵者也都是她手下的雇佣兵 但按注意这一幕的画面里 黑服分穿着的是棉大衣 因此这时 她应该和沈博士已经抵达了南极 正在寻找被藏在这里的死亡三叉戟 画面一转 淹没下的海王急匆匆地赶到码头 显然在黑服分入侵亚特兰蒂斯时 还不忘偷袭海岸边亚斯和父亲的老家 不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 海王的父母都没有在房子里 在海王身后 我们能看到老妈跟着赶来的身影 然后在更远的地方 也能看到海王老爸亮闪闪的光头 并且在生母的远景中 我们还能看到梅拉其实也在 就在亚特兰娜的身后 她的标志性的红发和绿色的连体衣 还是比较显眼的 之所以梅拉没有一个单独的镜头 我猜测可能还是因为她输掉了和德普的官司 让她的戏份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使得电影删掉了一些镜头 当然啊 考虑到这只是一个预告的预告 或许在周四的正式版预告里面 还会出现单人的镜头也说不定 然后是因为海王骑了海马冲出水面的画面 在海马上还攀附着一只八爪鱼 看过古早漫画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原作里 海王骑海马的样子啊 其实看着挺抽象的 但好在电影里面的造型 经过了现代化的加工 看起来也还不错 接着是一段海中的追逐戏 海王的老妈亚特兰娜亲自上阵 与黑服分的军队在海中进行周旋 她巴拉在一个看起来像铁轨的平台上 很多粉丝都在说这个是个新角色 但其实啊 就算动态抹护了脸上的细节 我们只要看到头上戴着的王冠 以及身上的白色战衣 其实也能猜出她的身份 而且说实话 虽然老妈的个人镜头看得挺撒的 希望这篇能给这位前代的女王多一些戏份吧 接着画面一转 海王握着三叉戟迎战一群巨大的怪物 根据此前的巨头 这群怪物就是黑服分利用死亡三叉戟 召唤出来的黑暗海底生物 接着 亚特兰蒂斯逃亡的舰队 遭到来自上方的袭击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也是黑服分的手笔 但我是没有想到啊 黑服分军队的火力居然那么猛 这也算是史诗级加强了吧 海王在王座上威延地举了三叉戟 结合前面的画面 这不应该是发生在亚特兰蒂斯被入侵前 这使得海王应该召集了群臣 正在商议谋事 接着 黑服分突然发动了入侵 下一幕 亚特兰蒂斯的王宫被暗绿色的能量所摧毁 而这股能量 就是来自于黑服分手中的死亡三叉戟 预告中 两把三叉戟还对冲在了一起 虽然从性能上来看 两把三叉戟都属于上古神器的级别 但在很早之前 海王2发布的剧照里 黑服分手里的死亡三叉戟 就被折成了两段 不知道是被海王打断的 还是被黑服分故意折断的 总不能是死亡三叉戟 还能分解组合吧 并且该说不说啊 这个死亡三叉戟 不管是驱使亡灵怪物的效果 还是这个暗绿色的特效啊 怎么看 那感觉像是英雄联盟里面 扶耶哥的破败之咒 而限导预告的最后 也在海王手举三叉戟 利用心灵感应 呼唤海洋生物的画面中结束了 大家别看限导预告只有30秒啊 但如果我们按照剧情的逻辑 将这个画面重新的排列组合 我们就能基本窥探出 海王2的部分剧情 首先 电影的开头 应该紧接前桌的片尾彩蛋 黑富分和沈博士抵达了南极 在海沟族的领地找到了死亡三叉戟 然后趁着亚特兰蒂斯召开会议的时候 利用三叉戟的能力 召唤了大量的怪物 一举发动了突袭 而由于触不及防 亚特兰蒂斯死伤惨重 不仅舒散的舰队被袭击 王公也遭到了破坏 期间奥姆趁机越狱 并且一同对抗入侵者 为了对付黑暗生物 海王也利用能力召唤了许多海洋生物助阵 而海王本人则和黑富分进行了单挑 在一阵交锋后 成功击退了后者 但黑富分也扬言会再度回来 彻底消灭亚特兰蒂斯 并且在离开的时候 还破坏了海王和父亲的房子 海王深知警告亚特兰蒂斯现在的力量 完全无法抵抗黑富分的第二次进攻 于是 为了对付黑富分和死亡三叉戟 海王和奥姆战时放下了仇怨 一起前往沙漠王国寻找新的力量 我们仅从以上的剧情来看 这个剧情量应该只占海王2前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部分 只算是一个起存转合里面的起 电影的重头戏 应该会放在海王兄弟在失落王国里面的冒险上 所以对于海王2 说实话我现在还是蛮期待的 不过还是需要吐槽一下 始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海王2曾多次传了内部适应结果不佳的消息 虽然从这次线岛预告来看 我感觉还是挺然的 但就像我说的 这可能只是电影的开头部分 万一后面的情节突然崩掉 那也是谁都说不准的 因此在这里呢 一定发挥就行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觉得视频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转发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